大家好,我是小薇 我们好几天没见面了 今天我想做个小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几天的心情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 这几天都过得很压抑,很难受 我也是这样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跟我儿子都在北京 而且因为他们事先没有接受到很充分的资讯 所以他们什么都没准备 一个口诈 然后其他的消毒水啊 防护用品也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当然是非常担心了 从24号开始 我就在外面一家一家的跑去买口罩 让他们尝了一下他们的冰粉水 然后发现这一家还有鸡盒 我现在已经很有经验了 一进去你就先找药博士这边 然后我先找药博士这边 我先找药博士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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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找药博士这边 你找药博士这边 我看药博士这边 然后你找药博士这边 然后她在另一个厚博士这边 然后她在你的厚博士这边 然后她说有六个 然后她说有六个 然后有六个 哪个厚博士这边 没有药博士 天哪 现在 搞错了 这是我的车吗 这不是我的车 现在美国的情况都这样 那可以想象在中国 一兆难求啊 然后我现在没办法了 我先把这些我买到的五盒 也是这种种类的 还有 这种种类的 我先寄过去吧 这种种类的 这种是用的 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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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的 我们都不能寄到 对 这种是用的 用的 是用的 但也不允许 是用的 是用的 因为有一些 对 你可以尝试 那是用的 好的,谢谢,我感谢 所以全部都在一起吗? 是的,我希望把这个包子拿出,然后我可以找到空间 好的 谢谢 去了好多家网站 订了一些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差不多是24、5号的时候 N95还有,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 其实我真是觉得这个事情 传播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上个星期好像还觉得 这个事情离我们 还很遥远,但是 前两天已经 登陆美国了,而且 就在我们家附近 现在每天各种各样的消息 满天飞 然后真的是 看完之后 心情非常压抑和难受 但是有时候又忍不住要去看 其实 真的我们在这边 能够帮助 最大的帮助就是做好我们自己 照顾好身边的人 然后照顾好在国内的亲人们 前两天我就通过网店 给爸爸妈妈和儿子买了很多的日用品 他们都觉得不需要 说哎,特别是我妈妈 哎,我不要买了,我这边有很多 过年的东西都没吃完 但是可能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情况的严峻性 所以我给他们买了很多大米 最起码到时候 不会饿着 口罩当然很重要 但是洗手更重要 所以我就千叮嘱万叮嘱 我父母跟儿子一定要洗手 一定要保持手的干净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进去 反正我妈我说十句 她最多只能听两句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也慢慢开始出现了 因为人闷在家里 毕竟会很闷的 尤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各种各样的心情交织 可能会对身心健康 都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如果说有信仰的话 那还好一点 没信仰的话 那就要多做运动了 所以我今天跟我妈妈视频 她就给我发了一个彩点舞 她还教我怎么跳 我看她还是这么兴致勃勃 这么乐观 这么开心 我的心头大师也就放下了一半 讲了这么多压抑的话题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讲点开心的吧 昨天我去山上走了一圈 在家附近 然后昨天的风特别大 天气特别的好 然后风就朝着人的脸呼呼的吹 我一下就觉得心情豁然开朗 然后想问题也就从 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 总之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好了很多 好了 祝大家 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 然后一定要微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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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